你有见过这样的超人吗? 就因为这个士兵对他竖起国际友好手势 他竟然直接使用激光眼 对在场所有的反抗者进行扫射 在这个世界并不是拥有超级力量就是英雄 在看完整部剧后 简直颠覆了我对超级英雄的认知 剧中最为变态的是这位叫祖国人的超级英雄 以他为首的超级七人组里面 他们表面被一家叫沃特的经纪公司包装出正义善良的形象 然而背后却是一群披着人设定义的才狼 本剧的视角要从一位叫修一的男主开始 他原本是一位老师本分的电子售卖员 本想着跟老板谈谈涨工资的问题 可老板的一句话直接把他缩了回去 就这样一个生性懦弱之缘 却有着一个不嫌弃他的卷发女友 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此时他们正在规划着自己的未来 就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要是不发生意外的话 可意外还是发生了 一道黑影从修一面前一闪而过 女友就这样被这位比闪电侠速度还快的超级英雄 直接撞了个粉身碎骨 原来这名叫火车头的超级英雄 是沃特公司里的超级气人组之一 他在电视媒体前表示 当时他正在追捕一名银行结犯 而修一的女友刚好站在了马路中间才酿成的悲剧 看到火车头的这些说辞 修一简直不敢相信 他当时明明和女友站在马路边缘 很明显火车头在说谎 为了尽快摆平此事 沃特公司派出律师跟修一进行协商 签订保密协议永远不再提起这件事 修一瞬间上头 女友就这样被撞得连渣都不省 而火车头却连一声道歉都没有 他愤怒地把律师赶了出去 这天晚上 一位神秘的客户来到修一的店里 男人自称来自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布切尔 他告诉给修一 超人类每年都会见尖害死上千人 而他们的这一些所作所为却没有得到法律的制裁 因为他们身后都是一些价值上千亿的商业帝国 这群所谓的超级英雄 披着光鲜亮丽的外衣为非作歹 布切尔就是负责将这些为非作歹的超人类绳之以法 随后他带着修一来到一个修乐部 而这里的一切 简直颠覆了修一对超级英雄的认知 你有见过这样的修乐部吗 一个只有拳头大小的人就像跳水运动员一样 直接投入女人的身体里 还有像海贼王露飞一样的橡胶人 这些超人类平时披着光鲜亮丽的外衣 但在这修乐部里 他们都露出了自己的本性 布切尔带着乔一来到监控室 监控中的火车头对乔一女友的死并不在意 只是成为他和朋友酒后谈笑的风声 接着布切尔又拿出当天警局的报案资料 里面并没有接到当天银行报案的记录 这也证实了 火车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伪君子 而事实的真相也都被沃特公司给掩盖过去 为了能拿到沃特公司犯罪的一些证据 布切尔让修一接受沃特公司的赔偿 借此机会进入沃特公司内部安装窃听器 为了能替女友讨回公道 修一也同意了布切尔的计划 接着修一打电话给沃特公司的律师 他愿意接受赔偿并签订保密协议 但他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让火车头当面向他赔礼道歉 律师也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 随后他们就来到了沃特公司楼下 布切尔把窃听器放在了修一的手机壳里 并嘱咐他按原先的计划 把窃听器安装在公司的会议室里 在提心吊胆地通过了安检后 乔一顺利进入到沃特公司内部 在看到火车头进来的那一刻 由于太过于紧张 这也导致他出现了幻觉 火车头身上还仿佛沾满了女友的鲜血 他尽量平复着自己的情绪 等他缓过神的时候 他才假装露出微笑与火车头握手接受道歉 还没等修一说完 助理就迫不及待地带着火车头离开了会议室 接着律师伸出钢笔给修一签订保密协议 修一却以先上厕所为用 把藏在手机壳里的窃听器拿出来 可一不小心把窃听器掉到了地上 就在他想要伸手去捡的时候 一位叫星光的超级女英雄走了进来 好在他进来洗手间 只是简单地补了个妆后就离开了 修一听到他离开后 才敢捡起地上的窃听器 就在他离开洗手间的时候 藏在暗处超级器人组之一的隐形员 都把这一切看在了眼里 就在修一签订保密协议的同时 他也把窃听器偷偷地安装在了桌子下面 别看这个女孩瘦骨卢柴 单手就可以连坐几百个引体箱上 而他的力气也是非常惊人 徒手就可以抬起一辆轿车 馒头大小的拳头更加不得了 那钢筋混泥土的墙面都快要被他打穿了 而他这么拼命地锻炼 只因为要参加一场重要的超级英雄选拔 面试者要在录像机面前展现出自己的超能力 不仅要对面试者进行尿解 还要用测谎一对他们进行一些测谎 在面试结束后 星光就返回家中等待着结果 很快他就收到了电话通知 当他知道自己已经被选中加入超级欺人组的时候 母女俩都兴奋地像个孩子似的 没多久 星光就被邀请到了沃特公司走部 他无数的忠实粉丝早已经在这里等过多时 看到这么多的粉丝为自己庆祝呐喊 星光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这个叫沃特公司的企业 为何让星光如此着迷呢 在这个普通人与超人类共存的时代 有些超人类被沃特公司进行了商业化 其中最为出名的是沃特公司里的超级欺人组 他们分别是 战斗力最强的祖国人 快如闪电的火车头 海洋之王深海 梅腐女王 透明人 玄色 还有已经退休的点灯人 而星光就是被沃特公司选中接替点灯人的位置 在深海的介绍下 星光也正式加入了超级欺人组 在介绍会结束后 深海就带着星光来参观超级欺人组的会议室 星光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也有这么一天 就在星光羞涩地表示 他房间里贴有一张深海的海报时 深海却做出这种变态的动作 这简直惊掉了星光的下巴 他愤怒地想要逃离这里 然而深海却不依不饶想要对他进行潜规则 如果不答应 就会以自己是超级欺人组老二的身份替他出局 面对深海赤裸裸的威胁 星光也只能含着泪水妥协 在办完事后 星光去到洗手间用水竖掉那肮脏的嘴巴 看到星光这样子 梅腐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也只是递张纸巾给星光 并嘱咐星光不要让他们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 在临走的时候 他还骂了这该死变态的隐形人 看到突然现身的隐形人 星光又再一次被这些所谓的英雄给震惊到 男人的女友被一名快如闪电的超级英雄撞成了渣渣 他不仅没有对男人的女友的似打到愧疚 反倒成为他和朋友酒后谈笑的风声 为了揭露这群人面兽心的超级英雄 修一和一位自称联邦探员的老姑进行合作 利用接受赔偿金并签订保密协议的名义 进入到沃特公司的内部安装窃听器 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 修一偷偷地把窃听器安装在了会议室桌子底下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修一的这一些举动都被藏在暗处的隐形人意外发现 在完成任务后 老姑就送修一回到了店里 可没想到的是 隐形人一路跟踪他们到了这里 还把窃听器扔到修一面前 接着就是对修一一顿疯狂输出 并问修一跟他一起的那个人是谁到底有什么目的 就在隐形人准备把电视机砸向修一时 一辆汽车破门而入 直接把隐形人撞到了墙上 原来是老不去而复返 他让修一先离开这里 剩下的由他自己来处理 老姑拿着一根铁棍嚣张地朝隐形人走过去 用力往墙上砸了一下 可没想到却扑了个空 因为看不见对手 老姑也只能被挨打了分 但很快就有了反击 他一口血弹直接吐到隐形人身上 出现半透明的隐形人瞬间也没有了优势 可就算是这样 老姑依然不是这位隐形人的对手 他被一脚半倒在地 瞬间也失去了战斗能力 隐形人拿起地上的铁棍 正准备给老姑致命一击的时候 修一偷偷来到了隐形人的身后 本想着来个偷袭 可没想到电线距离不够长 这下尴尬了 在隐形人倒下之后 老姑叫修一帮忙把他搬到车尾箱 可修一却认为 老姑是一名联邦探员 应该通知总局来处理这件事 然而老姑却说道 在一架豪华四人飞机上 男孩发现飞机窗外似乎有什么东西 仔细一看 原来是一位超级英雄正在向他打招呼 男孩兴奋地叫父亲看向窗外 就在男孩以为他是父亲的朋友时 结果悲剧发生了 为何祖国人要对这些人痛下杀手呢 原来 这个光头男是巴尔摩城的一名市长 为了能让自己的城市降低犯罪率 他想以每年两亿美元的价格 跟沃特公司租用一位超级英雄来打击罪犯 沃特公司的老总马德林 为他推荐一名叫努比亚王子的超级英雄 但费用要付每年三亿美元的价格才愿意租给他 而光头男却要用五号化合物的事威胁马德林 如果不按自己出的价格来谈 就会把五号化合物的事情公之于众 马德林还假装不知道五号化合物的事 但内心却很惊讶 他怎么会发现这个秘密 为了能堵住他的嘴巴 马德林也只是表面向他妥协 暗地里却派出祖国人去杀人灭口 另一边 修一跟老布在打倒隐形人之后 他们来找一位武器专家小法帮忙 可当小法知道他们的后备箱是隐形人的时候 他却开始退缩了 因为他不想惹祸上身 隐形人身上有追踪芯片 说不定超级七人组就已经赶来救他的路上 但现在小法后悔也来不及了 隐形人已经看到了他的脸 没办法 小法也只能选择帮助老布处理掉隐形人 为了避免七人组找到隐形人 小法他们来到一处地下仓库 并用胶布锡纸贴满关押隐形人的房间 还使用高压电接到铁笼防止隐形人逃走 这是一颗用特殊材料制造而成的子弹头 坚硬程度堪比钻石 再配上威力巨大的巴雷特 这杀伤力简直就是逆天了 然而子弹不仅对隐形人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反而还遭到隐形人一顿嘲讽 他们也只能无奈地离开 而关押隐形人的房间也出现了安全隐患 刚才那一枪打破了阻挡追踪信号的锡纸 这也意味着 沃特公司很快就可以定位到隐形人的位置 就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 小法看到电视里的乌龟突然就有了想法 接着急冲冲地进去把隐形人电晕 虽然隐形人的皮肤跟乌龟壳一样坚硬无比 但他的内脏器官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小法想到 把一颗塑料炸药从他菊花塞进身体里 如果他敢试图把炸药勾出来或者拉出来 老布就会毫不犹豫地按下引爆器 听到他们这样一说 隐形人也开始慌了 刚刚还不可一世的样子 现在却苦苦哀求饶自己一命 还主动把火车头撞死修衣女友之前的信息告诉给他们 在发生事故前 火车头是刚从一名叫魔爪女的家里出来 本想着透露更多关于沃特公司的情报 以保住自己的性命 可老布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就在他准备要按下引爆器时 小法却从监控中看到了异常 原来是沃特公司里的祖国人正在朝他们的位置快速飞来 他们这下也开始慌了 祖国人不仅有透视眼 还有顺风耳 如果现在引爆隐形人身体里的炸药 肯定被他发现 为了能转移祖国人的注意力 小法打电话给自己的女友雪莉 叫他帮忙把附近的炸药给引爆 这时候的祖国人已经来到小法身边 幸好小法演技高超 自称自己是这所仓库的房东 打算准备在这里开一家牛排餐厅 此时的老布躲在距离他们不远的杂物推理 随着他按下远程引爆开关 不远处的一座建筑物也随之引爆 这也成功吸引了祖国人的注意 而引行人在知道祖国人来救自己后 他拿起地上的水杯装了一些不明液体 接着把杯里的液体浇到旁边的电线上 没有了高压电的束缚 引行人也成功逃出了牢笼 就在他准备逃走的时候 修一拿着引爆器威胁他返回笼子里去 引行人却在试图劝修一 想利用修一胆怯的弱点放自己离开这里 就在修一犹豫不决的时候 他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 可当修一转头看向贴在墙上的海报时 他心中的那一团火焰终于爆发 看着已经离去的引行人 他果断地按下了引爆器 就在刚刚 有一名枪手在一栋大楼里跟警察对峙 沃特公司派出祖国人和梅福前往协助抓拿罪犯 祖国人在得知罪犯的位置后 他直接飞上31楼破窗而入 当梅福乘坐电梯到上面的时候 祖国人早已经等候他多时 两人还不慌不忙聊起隐形人失踪的事情 接着祖国人一掌撞开大门 还没等枪手举手投降 梅福女王就轻松将他制服 祖国人缓缓走向枪手 并示意他不要说话 接着一拳狠狠地打在他的胸膛上 看着即将断气的男人 祖国人仿佛还很享受的样子 还嫌弃弄脏自己的手 并往他身上擦掉拳头上的血迹 为了有理由杀掉这个男人 祖国人制造出被袭击的假象 拿着枪对准梅福一顿扫射 另一边 修一在解决掉隐形人之后 他们也正在忙着清理现场 修一却心里忐忑不安 这毕竟是他第一次杀生 随后老布拿来一个箱子 把隐形人的尸体残渣打包放入里面 在临走前 老布还扔出两颗炸弹将这里炸毁 接着老布找到以前跟他一起合作的老黑 英雄克星四人组就这样代声了 他们根据隐形人提供的信息找到了魔爪女 想从他这里得到有关火车头的一些信息 为了能观察魔爪女的一举一动 修一冒充成一名网络维修人员 进入到魔爪女家里帮他升级宽带为友 暗地里把木马病毒植入到他的电脑 从而控制他家里的每一个摄像头 就在他们完成任务离开时 刚好碰见来找魔爪女的火车头 修一瞬间变得紧张起来 幸好火车头完全不认识修一 以为修一是自己的粉丝 还想要他的亲笔签名 在火车头还没认出修一之前 老黑拉他赶紧离开 原来火车头和魔爪女是一对地下恋人 修一他们也从监控中了解到 火车头明天和一位叫冲击波的人 进行一场速度比赛 为了能保住自己是世界最快制人的称号 火车头想从魔爪女这里注射一种 叫五号化合物的药液 魔爪女不希望她使用五号化合物 虽然使用后力量能得到很大的提升 但也会难以控制 上次撞死的那个女孩就是个例子 修一他们对这五号化合物也起了兴趣 如果能搞到一点病化验出成分 也许这就是扳倒超级七人组的机会 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世纪争夺赛 世界上跑最快的两位男人火车头和冲击波 即将在此一决胜负 祖国人和眉府女王也亲临现场为比赛加油助威 在比赛开始前 火车头似乎有点行为异常 因为他在比赛之前 注射了一种叫五号化合物的药液 随着比赛即将开始 两人都进入赛道做好准备 随着慢镜头回放 火车头又一次保住了自己世界第一的称号 可火车头不知道的是 小法正在偷偷潜入更衣室 想从他背包找到五号化合物拿回去还原 可惜药剂已经被火车头用完 就在小法准备离开时 星光突然开门要进入更衣室 幸好修一和星光认识 已约他去喝杯奶茶为友 让小法顺利脱身 与此同时 老黑从监控中发现魔掌女有些动作 原来火车头在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己是单身 吃醋的魔掌女听到后非常生气 他拿出五号化合物给自己注射了一针 在药剂的作用下 魔掌女也变得异常兴奋起来 就在这时 房东来到魔掌女的家里收房租 药效还没过的魔掌女诱惑起了房东 可兴奋过头的魔掌女 把房东的头颅压出了西瓜汁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房东已经没了气息 监控面前的修一 他们也表现得一脸震惊 老布跟小法也趁此机会进入魔掌女家中 老布表示可以帮他收拾这个烂摊子 但前提是他要知道这五号化合物有关的一切 另一边 深海在港口底部找到了隐形人的尸体残骸 当马德林看到箱子里的残骸时 当场吓得连连后退 而且 箱子盖上还写着你们等着 这分明就是在向他们发出赤裸裸的挑战 在一架飞机航班上 有几名不法分子正在挟持着乘客 机舱内的乘客都陷入恐惧之中 就在这时 机舱门突然被打开 一名歹徒直接被吸出门外 原来是前来救援的梅芙女王 她单手抓起歹徒直接拧断她的脖子 另一名歹徒本想着投降 却被祖国人的激光眼射穿了胸膛 在解决掉歹徒后 机上所有的乘客都为祖国人和梅芙鼓掌表示感谢 可没想到 梅芙发现还有一名歹徒在驾驶室挟持着飞行员 祖国人试图跟他进行交涉 歹徒却果断将飞行员击毙 祖国人射出的激光把歹徒一分为二 同时也把飞机的操控台给烧毁 这也意味着 飞机已经彻底失去控制即将面临坠毁 面对这样的情况 祖国人却很无所谓的样子 还瞒着乘客说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梅芙女王打算让她去到外面把飞机拖起来 可祖国人认为梅芙的想法太过于天真 在空中可没有站的地方 如果强行抬起飞机降落 可能会把飞机撞穿 既然这个办法不行 梅芙想让她把乘客一个一个地送到地面 祖国人也只是笑了笑 机上123名乘客 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 祖国人还假装安慰着乘客 并承诺一定会救他们脱离险境 可实际她却想从飞机后门逃走 梅芙女王实在不忍心 既然不能救走全部的乘客 但她希望祖国人能救走这位可怜的小女孩 可祖国人却不想救她 因为她怕小女孩会把这里发生的事告诉给全世界 说他们抛弃了其他人 看到乘客一下子蜂蜂而上 祖国人瞬间上头 威胁他们赶在上前一步 就用激光炎把他们全部射死 看着苦苦哀求的小女孩 梅芙也只能不停地对她说抱歉 随后握着祖国人的手一起离开了机舱 只留下那一群绝望的乘客 女孩被囚禁在一间仓库里 小法看见她人畜无害的样子 打开门正准备放她出来 就在这时 两名守卫突然闯进来朝他们射击 挣脱牢笼的女孩瞬间化身猛兽扑向那两名守卫 没两下就将他们隐恨黄泉 刚进来的一名守卫健壮 毫不犹豫地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幸好小法他们赶忙躲进牢房里才逃过一劫 女孩只是看了他们一眼就匆匆离开 他们这才松了一口气 在女孩离开后 他们才赶出来寻找五号化合物 老黑发现了一个已经用过的注射针头 想必 刚刚那个女孩就是被抓来注射五号化合物的实验品 如果想要查出五号化合物的真相 那他们就必须先找到那个女孩 在他们离开后 火车头也来到了现场 眼看自己的秘密基地已经泄露 她立刻赶回家中质问魔爪女 因为五号化合物的事 她只告诉给魔爪女 被老布他们抓住把柄的魔爪女自然不会说出 就算火车头一再追问 她也不敢承认 火车头也是无可奈何 另一边 那逃出来的女孩来到了一家美甲店 她缓缓向店里走去 并来到了老板娘办公室 接着就是老板娘的一片惨叫声 随后 女孩逃到了一家科技用品店 被小法发现 小法试图跟她沟通安抚她的情绪 并讲述了自己曾经也遇到了跟她相同的经历 就在小法伸手准备拉她出来时 她却突然撞翻桌子跑了出去 小法他们追踪到了地铁站 女孩看见他们连忙转身逃走 纵身一跃跳入地铁轨道里 就在这时 一道快如闪电的黑影一闪而过 眨眼的瞬间 女孩已经被火车头扛在了肩膀上 女孩被火车头一顿疯狂输出 小法本想过去阻止 可却被老布拦了下来 小法集中生智 火车头见到这么多人也不好动手 只好放下手中的女孩 过去跟自己的粉丝打招呼 女孩也趁此机会溜走 老布三人追随女孩到一处幽暗的隧道 小法试图接近她好好谈谈 却被受到了惊吓的女孩扑倒 最后被老布扔出的烟雾弹迷晕 火车头再次来找魔爪女 以和她公开恋情为由 骗她说出把五号化合物的事告诉了给哪些人 在火车头的软魔鹰炮下 魔爪女也把事情的经过告诉给了火车头 在确认是魔爪女出卖了自己后 为了不被祖国人踢出超级欺人组 火车头不得不将自己的爱人痛下杀手 事后火车头回到和魔爪女曾经的住处 在翻看她们的日常生活监控中 却意外发现了威胁魔爪女的老布她们 而小法的相貌清晰地出现在了视频监控中 火车头立马回到沃特公司打印出小法照片 并跟玄色一同排查小法的位置 很快小法就接到了女友雪莉打来的电话 并告诉她玄色已经盯上了她们的公寓 小法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 赶紧打电话通知老布她们 并问她这女孩如何处理 老布让小法抛弃女孩独自离开 可心地善良的小法怎么忍心让她自生自灭 冒着被女孩撕成碎片的风险 将锁在她身上的铁链解开 幸好女孩只是看了她一眼 就匆匆忙忙地离去 就在小法提着行李准备跑路时 玄色已经找到了她 玄色正准备上前动手 原来是被小法放走的那个女孩去而复返 她让小法先行离开 自己独自留下来对付玄色 女孩主动出击 用灵活的身躯爬到玄色的肩膀 对她一顿疯狂输出 可不料玄色使用蛮力将她甩到了地面 接着又使用小李飞刀的绝技 可都被女孩灵活地躲过 在近身肉搏中 玄色毕竟是超级气人族里的英雄 有着非常丰富的战斗经验 女孩最终败在了玄色手里 也渐渐地失去了生命气息 当小法发现倒在血泊中的女孩时 她内心非常自责 她脱下自己的外套送她最后一程 女孩突然间睁开了双眼 而她那一道长长的伤口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快速愈合 祖国人一副饥渴的模样 盯着自己的海报 原来她利用自己透视眼的超能力 正在偷窥自己的上司 日常偷窥就是祖国人的小癖好 虽然她有些超乎常人的能力 却做着超人与之相反的事 利用自己的超能力滥杀无辜 马德林眼看对祖国人已经渐渐失去控制 她也只能拿出自己的魅力诱惑祖国人 而祖国人就好这一口 与此同时 老布他们根据线索来到一家医院寻找五号化合物 他们在一间新生儿医务室里发现 每个吊带里都装有五号化合物 正向婴儿的体内注射 而保温箱内的婴儿一睁眼 两道蓝光瞬间从眼睛射出 老布这才意识到 原来那些所谓的超级英雄 不过是沃特公司利用五号化合物 打造出来的人形怪物 就在老布采集证据时 医院里的安保人员冲了进来 二话不说直接朝他们射击 在强大火力的压制下 他们根本无力反击 这时老布灵机一动 抱起婴儿对准安保人员一顿扫射 最后一位也没能逃得过婴儿的发言 原来沃特公司自1971年起 就把五号化合物包装成疫苗 运送到全国53家医院 提供给新出生婴儿注射 这也说明了 没有一个超人类就是天生拥有超能力的 虽然他们掌握了足够的证据 但是没有证人也都是徒劳 而眼前蹲在地上画画的这个女孩 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因为女孩是被沃特公司囚禁起来 当做实验品 但他又不会说话这可如何是好 这时老黑突然想到了办法 他们带着女孩找到了超感侠 他可以通过肢体接触了解到对方的想法 在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一位女孩看到不堪的过往情绪异常激动 不经意间掰断超感侠的手腕 好在只是骨折而已 在经过简单的处理后 他们又再一次尝试 这次超感侠触摸到女孩的双手时 却看到了丛林里的一个营地 里面聚集的都是恐怖分子 而女孩就是其中一员 原来沃特公司为了能助进军队 秘密训练着一只超人类恐怖分子 到时候再放出来制造混乱 而这样的一只超人类队伍 只有沃特公司里的超级七人组才可以抗衡 这样沃特公司才能合理的入住军队 就在他们商量着对策时 超感侠却转头出卖了他们 把手机里几人的照片交给祖国人看 他这么做只想为了讨好祖国人 希望他能让自己进入沃特公司上班 然而祖国人鸟都不鸟他 带着他的手机直接飞走了 就在刚刚 秀一的照片出现在了超级七人组会议室里 这也让星光大吃一惊 祖国人告诉给他们 秀一就是杀死隐形人的凶手之一 星光始终都不敢相信 自己所认识的秀一不可能有这本事 也没有理由这样做 祖国人又放出秀一跟火车头握手的照片 火车头这才想起他撞死秀一女友的事情 而星光也成为了他们怀疑的对象 因为星光近期在跟秀一约会 星光本想解释这一切他根本不知情 然而却被祖国人使用激光眼威胁他老实坐下 并怒吼着星光就是他们派来的卧底 幸好这时梅孚站出来帮他说话 说星光也只是被他们利用了而已 希望让他来处理此事 祖国人看在和梅孚昔日的情分上 这才没有继续追究下去 很快秀一就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 原来是火车头已经来到秀一家里 他用父亲的姓名威胁着秀一 限他半小时内返回家中 老布赶忙拿出手机查看监控 家里的东西早已经被翻得乱七八糟 众人这才意识到 他们的身份都已经彻底暴露 老布认为是星光把他们的信息透露给祖国人 但老黑却不这么认为 因为星光从未跟他们见过面 只认识秀一而已 老布这才想到 是昨天和他们见面的超感霞出卖了他们 为了父亲的安危 秀一也只能听话照做返回家中 秀一从口袋掏出五号化合物 开始跟火车头谈条件 只要放了他父亲离开 他就把剩余的那些五号化合物都交给他 火车头最终经不起诱惑答应秀一的条件 就在他父亲离开不久后 两人正在争吵不休时 火车头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棍打断了一条腿 另一边 出卖他们的超感霞正准备坐上飞机跑路 可却遇到了前来找自己报复的老布 原来老布对他留有一手 偷偷在他身上放了追踪器 老布对于出卖他的人非常愤怒 毫不留情地对他一顿疯狂输出 最终 超感霞在老布的怒火下隐恨黄泉 现在秀一他们身份已经彻底暴露 只能带着家人一起躲进安全屋里 老布本想跟老黑的儿子打个招呼 却迎来了南韩母亲的一个冷巴掌 为了他们的安全着想 老布只好请来了和他多年合作的副局长 将从沃特公司收集到的五号化合物交给他 并让他们把老黑和秀一的家人保护起来 拿到五号化合物的副局长 立马拿着证据找到马德林 劝说他现在就放弃入驻军队的计划 如果一旦拒绝 他就会将沃特公司的这些罪行公之于众 到时候就会接到铺天盖地的起诉 公司股价一落千丈 并面临着破产的可能 这时 一名探员有重要的事将他叫走 再来到监控室后 副局长从录像视频中看到 他们的特种部队正在执行反恐任务时 一名恐怖分子化身成一个超级炸弹 直接将屋内的所有人团灭 然而爆炸过后 那名超级恐怖分子竟然毫发无损地走了出来 其实这些超级恐怖分子 是沃特公司用五号化合物造出来的怪物 在一次抓捕超级恐怖分子的行动中 祖国人主动来到了这里 他以这帮超级恐怖分子非常危险为由 让抓捕行动小组在外面等候就可以 当祖国人进入里面时 就开始了一场疯狂的屠杀 行动小组在外面听到的只有一片惨叫声传来 没多久 祖国人就把里面的人全部给消灭 就算是一个漏网之鱼他都不放过 接着他就拿出一瓶五号化合物 说是从里面找到的 马德林也顺水推舟 把五号化合物的事栽赃给那些超级恐怖分子 而他们公司的超级英雄就可以对付这些恐怖分子 最终 超级英雄入驻军队的提案也顺利通过 随后老布就接到了副局长打来的电话 并告诉给他这一消息 这也意味着沃特公司所有的罪行都被掩埋 而老布他们因为杀了隐形人 现在也变成了通缉犯 这种局面副局长表示自己也无能为力 现在能做的只有帮他们保护家人 失去副局长依靠的老布 只能带着修医去见另一个人寻求帮助 就在他们离开不久 小法他们就遭到了偷袭 女孩正在洗手间打扮着 他看向镜子里面的自己 因为他是一鸣哑巴 这也让他感到有点自卑 就在这时 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跑出去一看 两颗烟雾弹从窗户扔了进来 小法立即将女孩推进洗手间 他试图从窗户逃走 而早已经守在外面的士兵 趁机给他打了一针镇定锦 女孩在逃走的同时 她的意识也渐渐模糊 只能爬到一辆汽车底下进行躲藏 在看到小法他们被抓走后 女孩也陷入了昏迷 她也被从车底拖了出来 另一边 老布跟修一找到了 曾经复仇小队的创始人马洛里 老布想要从他这里得到一些帮助 可现在的马洛里早已经过上了退休生活 自从他的孙子被点灯人活活给烧死 他就不再插手调查沃特公司的罪行 但出于良知 他告诉给老布 祖国人一直对马德林有一种特殊的迷恋感 也许马德林就是祖国人的弱点 就在他们准备返回旅馆时 老布却发现了有些异常 有一辆陌生的面包车停在里面 而且他们住的那个房间换了新的窗户 老布推测小法他们可能已经被抓走 修一想去救出小法他们 而老布却不愿意 他要去绑架马德林来要挟祖国人 一心想要救出队友的修一跟老布发生了争执 最后两人意见不合 都各自按自己的计划行事 而正如老布猜想的那样 修一刚要踏进旅馆时 就被埋伏在旁边的士兵给抓住 随后就被送去和小法他们关在一起 小法知道修一冒着生命危险来营救他们出去 他表示的非常感动 接着小法从修一嘴里取出藏好的铁丝打开手扣 在打倒守卫兵后 小法本想进去救出女孩 可却被赶来的士兵开枪打伤 他们也只能退到一处烂尾墙进行防守 修一负责掩护 老黑则趁机进去救出女孩 可最终他们还是被士兵团团包围 就在他们感到绝望之时 一道刺眼的光芒出现 将士兵全部击飞了出去 原来是星光出现救了他们 可他们还没逃多远 就被火车头追了上来 修一让他们先行逃走 自己却和星光留下来对付火车头 这个男人跑完百公里只需要一秒 速度比闪电侠还要快 然而自从被女孩偷袭打断一条腿后 他就只能拖着一副拐杖走路 本想着去店里买双鞋的 原本是他本人代言的品牌 现在却换成了他的对手冲击波 这也让他心里非常难受 而旁边的一名保安一直盯着他看 保安看到他们都在拍照 他这才相信眼前这个人就是火车头本人 并连忙向他道歉 可火车头情绪还是很激动 并大声地怒斥道 感觉受到了屈辱的火车头 他不顾教练的反对 偷偷注射了五号化合物 这也让他的伤势快速恢复起来 就连力量也有所提升 拉着一辆火车也不在话下 可好景不长 在去阻止修一他们逃跑时候 他和星光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打斗 虽然前面他很轻松地就将星光击倒 但到了后面 他感觉自己浑身难受疼痛 接着就倒在了地上 这就是大量服用五号化合物的副作用 再经历了这么多 修一早已经对火车头放下了仇恨 现在他只想揭露沃特公司丑陋的一面 然后为火车头做起了心肺复苏 星光怕修一再次被抓 叫他先行离开 这里交给他处理就行 另一边 老布已经悄悄潜入马德林家中 并成功将他制服 还在他身上绑满了炸弹 就等待祖国人自投罗网 没多久祖国人就来到了这里 还抱着马德林的孩子 悠闲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 祖国人问老布他为何要这样做 原来 老布的妻子曾经是沃特公司的职员 不幸遇到了这变态的祖国人 他的妻子被祖国人糟蹋后 就了无音讯八年之久 直到现在也不知是死是活 而老布所做的这一切 就是为了报复祖国人 马德林想让祖国人把孩子放回房间 可却遭到了他的一顿怒哭 祖国人对马德林很不满意 因为他有一些秘密没有对祖国人说 直到自己查出真相后 这才知道马德林一直在利用他 接着祖国人就射出两道激光 将马德林终结掉 老布怎么也没想到 本想着伤害马德林 让祖国人也感受着失去爱人的痛苦 可自己还是失算了 于是他按下了引爆器 当他从昏迷中醒过来时 却发现自己躺在一片草地上 原来是祖国人在爆炸的一瞬间 将他救了出来 祖国人还叫他起来 似乎有什么东西给他看 接着一个女人从房屋里走了出来 这个女人正是老布苦苦寻找 八年之久的妻子贝卡 祖国人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冷藏 以久的母乳 还使用自己的激光眼给奶瓶加了瘟 在打开瓶盖后 他先用鼻子闻了闻 接着用舌头蜻蜓点水般的舔了舔 随后就将瓶子里的母乳一饮而尽 自从祖国人将马德琳杀死后 他就召回曾经在沃特公司做公关的艾什利 并让他接替马德琳的位置 因为隐形人被杀害 现在急需找一名超级英雄填补隐形人的位置 因此 艾什利为祖国人找到了一名超级英雄 别看这家伙双眼失明 但他却有着超乎常人的听力 就算是十几米外的标靶 他也能精准地射中把心 祖国人对他的这身手也是非常赞赏 就在艾什利以为祖国人对他很满意时 因为在祖国人眼里 超级欺人组是一个完美的组合 他绝不允许有残疾人存在 艾什利的擅作主张也遭到了祖国人的一顿怒斥 祖国人只是把他当成自己的一个傀儡 谁能加入超级欺人组 只有他才有这个决定权 在一次广告拍摄现场中 一个女人开着直播走进了片场 女人自称他是超级欺人组的新成员风暴 艾什利连忙解释他完全不知情 原来风暴加入超级欺人组 是沃特公司里的高管决定 随后祖国人就来到高管的办公室 他对炸鸡叔的做法很不满意 不经过他的同意就把风暴放进超级欺人组 如果不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年底合同到期后 他就会考虑另谋高就 而在炸鸡叔眼里 祖国人只不过是沃特公司里的一个产品 而且还不是公司里最有价值的资产 而他们最核心的技术是五号化合物 就算他离开了沃特公司 他们也能造出另外一个祖国人 本以为杀了马德林 就能摆脱了沃特公司的束缚 没想到竟然冒出了一个炸鸡叔 这是沃特公司里最不起眼的超人类英雄壁虎 只要付给他足够的钞票 就可以满足虐待狂的各种要求 只见虐待狂手起刀落 这对壁虎来说根本不痛不痒 而那只被砍断的手臂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新生长出来 而这一切都被星光用手机录了下来 随后星光就找到壁虎 他用拍下来的视频威胁他 让他在沃特公司里的实验室里偷拿出1.5号化合物的样本 如果不同意 就把这个视频发到网上 面对星光的威胁 壁虎也只能无奈答应了他 另一边 自从修一他们被通缉后 就只能躲藏在一处地下室里 本想着去找副局长寻求帮助 可就在副局长谈论到沃特公司其内控室 他的鼻子开始在流血 接着 在回到住所后 他们在讨论着刚才所发生的事 肯定是沃特公司的人在监视着副局长 一旦泄露沃特公司的秘密就进行灭口 这时 修一接到了星光打来的电话 他告诉给修一 就这两天内就可以帮他搞到5号化合物 到时候就可以将沃特公司丑陋的一面公之于众 在经历刚才发生的时候 修一现在有些想退缩 同时他也害怕连累了星光 突然间 一个人从楼梯滚了下来 众人瞬间警惕起来 原来是消失已久的老布找到了他们 是小法给老布打了电话 因为他们现在需要一位真正的队长 从没见过这么狠的父亲 祖国人将自己的儿子从房顶推下去 看着昏死过去的儿子 他不仅没有感到心疼 还表现得有点失望 贝加听到声音后连忙跑出来 不停地呼唤着自己的儿子 并怒斥着祖国人 他根本就不配当一个父亲 这时男孩也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贝加不想跟祖国人争吵 带着儿子就要离开 可却被祖国人拦了下来 他不满意贝加教育儿子的方式 可就在这时 小男孩愤怒地将祖国人推倒 看着离去的母女俩 祖国人也是一脸无奈 另一边 壁虎也拿到了五号化合物的样本 并亲手交给了星光 就在星光把五号化合物藏进靴子里时 火车头却突然出现 并以闪电的速度把五号化合物抢走 火车头想把此事告诉给祖国人 面对火车头的威胁 星光也是毫无畏惧 因为星光手中也有他的把柄 最后火车头也只能乖乖把五号化合物交给星光 与此同时 老布他们根据马洛里提供的线索 来到一处仓库寻找那名超级恐怖分子 没想到这名偷渡过来的超级恐怖分子 是哑巴女孩的亲弟弟 老布本想偷袭将他击倒 可却被修一制止 接着哑巴女孩带他逃离这里 老布对修一刚才的举动非常愤怒 因为马洛里答应过老布 如果能将这名超级恐怖分子交给钟情局 他们就帮他找到自己的妻子 哑巴女孩本想劝他跟自己回去 离开这里返回家乡 可他现在已经完全被恐怖组织洗脑 现在想做的只有完成任务 给这个国家带来混乱 眼见弟弟不肯跟自己走 他也只能强行把他拉走 可却被弟弟反抗将他甩了出去 哑巴女孩起身追了上去 准备追到他身后时 男孩使用超能力将他定格在半空中 并狠狠把他甩到旁边的一栋楼 可他刚跑了没多久 就被女孩偷袭将他扑倒 然后死死地勒住他脖子晕了过去 最后哑巴女孩把他交给了老布他们 男人的手指只是动了动 桌子的一瓶饮料开始缓缓向他移动 随着手指一发力 这罐饮料也被他格空扭断 这样就变成了他所需要的逃生工具 在游艇甲板上 老布他们正遭到一架海警直升机检查 就在这时 男孩本想杀了老布 却被哑巴女孩阻止 并失手打落了飞在半空中的直升机 看着坠落在海面上的飞机 心力善良地修衣给他们扔下了一个救生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就在他们准备靠岸时 海面上又出现了无数头鲨鱼追在游艇后面 老布拿起武器想击退他们 可他的这一举动不但没有效果 反而还彻底激怒了鲨鱼群 还将游艇撞穿了一个大洞 他们也只能选择弃船坐上救生艇逃生 就在他们准备到达岸边时 一头抹香精突然在他们旁边冒了出来 并冲到前面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原来是深海带着这些海洋生物来阻止他们 老布也是个狠人 他直接加大马力正面冲了过去 在众人逃进下水道不久 很快超级气人组小队也来到了这里 火车头以最快的速度在下水道里寻找他们 因为之前火车头注射了大量的五号化合物 这也导致他出现了强烈的副作用 此时的修一还在为刚才发生的事惊魂未定 突然察觉后面有人跟了上来 他连忙找个地方躲起来 探出头一看 原来是星光跟在他后面 刚想对星光说些什么 却被星光使用超能力将他击飞出去 接着祖国人缓缓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祖国人之前就知道星光和修一有交情 他逼迫星光现在就杀了修一 就在星光犹豫不决时 老布主动站了出来 男孩转头看了一眼姐姐 接着就以最快的速度逃离这里 哑巴女孩也迅速追了上去 风暴使用雷电将男孩击飞了出去 就连居民楼内无辜的老百姓都未能幸免遗难 就在风暴准备给男孩致命一击时 哑巴女孩冲出来阻止风暴 抱着他一顿暴摔 接着带上男孩迅速往楼顶逃去 风暴去追赶他们的过程中 也开启了狂暴模式 所到之处爆炸声四起惨叫声一片 整栋大楼也变得支离破碎 男孩纵身一跃 跳到对面的一栋大楼 可他的姐姐却被风暴抓住 男孩上前去救姐姐 风暴使出闪电 将他甩到旁边晕了过去 男孩的双手也被硬生生给掰断 随后被风暴直接拧断脖子 哑巴女孩也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弟弟死在自己面前 随后祖国人也来到了这里 女孩也趁机逃跑 风暴还嘲笑祖国人来得太慢 功劳已经被他抢走 这件事过后 沃特公司也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把这起平民伤亡事件 都甩到死去男孩的身上 而风暴却被宣传成了救命英雄 而老布他们最终还是功亏一捆 只能躲回地下室里 等待下一次反击 星光在回到沃特公司后 也遭到了祖国人的威胁 因为星光没有听从他的命令杀了修医 在经过星光的努力解释后 祖国人这才暂时放了他 与此同时 火车头因为之前注射大量的五号化毒 这也导致了他的身体状况大不如以前 因此被祖国人踢出了超级欺人 而此时的风暴现在也成了当下红人 祖国人眼见他现在比自己人气更高 担心自己的地位不保 就要使用激光眼将他抹除 风暴健壮 立即示意祖国人冷静下来 风暴女放下姿态 并对他拍了拍马屁 祖国人这才没有对他下起狠手 在祖国人离去后 他露出了一丝邪恶的微笑 似乎心里有了什么阴谋诡 变身人把自己变成祖国人的模样 一身黑色蕾丝性感吊带 这也让祖国人有点错不及防 本以为以这样的方式能讨得祖国人欢喜 可没想到 这并没有让祖国人开心起来 反而还给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 第二天 艾势力急匆匆找到祖国人 并给他看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祖国人使用激光眼 抹除了一位超级恐怖分子 可却不小心也把一位平民百姓连同给抹除 完事后他还骄傲地竖起了大拇指 接着一跃而起飞上天空 看到这里祖国人还一脸不屑地说道 接着艾势力又给他看了一段视频 众多的市民聚在沃特公司楼下 抗议着祖国人的这种暴行 他的支持率也因此降了九个点 祖国人愤怒至极 责怪艾势力怎么不早点通知他 他想让艾势力去安排个媒体见面会亲自去澄清这件事 可沃特公司里的高管却不让他这么做 而选择不做出任何回应 祖国人也是一脸无奈 组织这场抗议活动的是维多利亚议员 就在他慷慨激昂在台上演讲时 祖国人瞬间从天而降 他拿走维多利亚的话筒 并走入这群抗议者里面澄清自己 因为是打击超级恐怖分子嘛 有一些无辜伤亡那是在所难免的 获得自由总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然而抗议者们根本就不买他的账 台下的一名士兵还对他竖起了国际友好手势 祖国人开始一脸凝重 接着 然而这只是他内心中的一股邪念而已 而正在观看直播的爱实力 看到祖国离开后才送了一口气 紧张到连自己的头发拔下来都不知道 祖国人离开后就偷偷来到一处角落 看着刚才视频里的自己 他陷入了无尽的折磨之中 没想到自己有着与神之抗衡的能力 却被这群区区凡人看得一无是处 有超能力的人谈恋爱都是这样粗暴的吗 祖国人被风暴女击飞出去 他瞬间上头 使用激光眼射到风暴女的胸膛 他不但不痛不痒 反而还很享受这个过程 这也让祖国人倍感意外 两人爱的火花也就在此逐渐点燃 就在他俩沉浸在二人世界里的时候 星光偷偷溜进了风暴女的房车 并在他笔记本电脑里发现 风暴女经常与一座精神病院有来往 随后星光就带着英雄克星四人组 根据电脑里的地址来到这座精神病院 星光使用超能力将小法三人送进精神病院里 他们装扮成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将一名保安寄到 并成功进入到了监控室里面 看到监控中的视频他们才知道 这里根本不是什么精神病院 而是关着各种不同的超人类来进行实验 在外面等候的修医三人发现 一个黑影从他们上空一闪过 原来是风暴女也来到了这里 老黑他们从监控中看到风暴女走进一个房间 他是来看这些超人类的训练进度 看到男孩能自己的超能力控制自如 风暴女很是满意 可男孩却在请求风暴女能放她出去 如果不能离开这里 他就不再进行训练了 没想到风暴女就这么爽快地答应了她的要求 就在风暴女离开的时候 护工也明白了风暴女的意思 只见他拿出一个打火机 接着 原来这名护工是之前沃特公司里 超级七人组里的英雄点灯人 同时他也是烧死马洛里孙子的罪灰祸首 小法拔枪就要去找他报仇 却被老黑拦了下来 因为他们此次来的任务 是要搞清楚沃特公司的阴谋 小法这才冷静下来 修一在看到风暴女离开后 他电话通知小法三人赶快离开 可就在他们经过走廊的时候 却与点灯人擦肩而过 点灯人很快就认出了小法 拿出打火机准备喷火 小法也迅速跳下来冲过去阻止他 就在两人僵持对峙的时候 一名被关在房间里的超人类病号 从被烧坏的门走了出来 可突然被身后的一名保安对他连开树枪 这不但没给他造成任何伤害 反而还彻底激怒了他 众人来不及多想 直接扭头就跑 女孩没有去追赶 而是使用自己的超能力 把关在房间里的其他超人类也全部放出来 小法他们和点灯人同时逃进一个房间里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 老黑从监控中看到 被释放出来的超人类正在进行着一场大屠杀 因此老黑建议他们先暂时放下仇恨 当下最重要的是怎么活着逃出这里 就在双方都达成协议时 一位超人类冲进来将点灯人扑倒 并给他来了一口老痰瘤酸 哑巴女孩迅速出手就下点灯人 并一脚解决掉这名超人类 在外面接应的修一他们也发现了里面的情况 就在老布电话联系他们时 精神病院内的一名超人类跑了出来 老布试图安慰着他的情绪 修一也友好的跟他打了个招呼 可由于男孩太过于紧张 释放出自己的超能力冲击波将老布他们击倒在院 老布起身立即给他来了几发透心凉 可不幸的是 修一却被义务划破了肚子倒在了地上 因为附近的电力被刚才的冲击波切断 星光没办法使出超能力帮修一灼烧伤口 老布只能拖着修一去往医院进行救治 在精神病院内 小法对点灯人烧死马洛里的孙子还一直怀恨在心 他几乎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 因为那晚是他负责监视点灯人 可中途他有及时离开了 所以他认为自己的一时疏忽才导致这样的结果 而点灯人也说出了那晚的事情 他原本是要烧了小法的上司马洛里 可他却不知道床上的那个人是马洛里的孙子 也因为这次的失误 点灯人感到非常的愧疚 所以他才退出超级七人组隐性埋名 随后小法利用一些材料制作了一个迷魂弹 想把手在门口的超人类迷晕 可刚扔出就被他一手捏爆 就在他准备过去找他们时 大门突然被打开 风暴女将他击倒后 愤怒地喊着点灯人 点灯人也主动站了出来 他并没有出卖小法他们 而是谎称对这些超人类用错了药剂才导致的 风暴女也没有多疑 在交代善后工作后就离开了 点灯人也因为内心感到愧疚 同小法他们一同出来面见马洛里 并希望能得到他的原谅 马洛里虽然现在恨不得一枪了结他 但为了大局着想 让他出庭指证沃特公司的种种罪行 马洛里也只能暂时放下仇恨 风暴女回到沃特公司后 祖国人对他欺骗自己的行为很不满意 为了能安抚祖国人的情绪 他向祖国人坦白了自己的身份 他拿出了一叠照片 照片里有风暴女和一位老人的合影 祖国人还以为那个是他的奶奶 风暴女竟然说这位老奶奶是他的女儿 几年前患有老年痴呆已经离开了人世 如果这样算下来风暴女有一百多岁了 但她的容貌还保存着三十岁的模样 这都是因为 风暴女的丈夫就是五号化合物的开发者 同时也是沃特公司的创始人 而风暴女就是第一个注射五号化合物的实验者 祖国人也是她丈夫构想出来的一个产物 这么大的信息量祖国人一时难以接受 转身就要离开 听完风暴女的话后 祖国人选择接受了她 另一边 星光正在餐厅里跟母亲聊天 一颗烟雾弹突然破窗而入 接着星光就遭到了玄色一顿疯狂输出 原来是风暴女把星光帮助修一他们的事告诉给了祖国人 所以才将星光抓住关了起来 修一从电视上知道星光已经暴露 正打电话找老婆去救出星光 因为点灯人之前是超级七人组里的英雄 她知道星光被关在哪里 随后两人便偷偷溜进沃特公司内部 可当点灯人看到超级七人组的雕像时 却发现自己的雕像已经被撤走 突然间 她觉得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接着她转身看向修一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修一不知所措 点灯人引火烧身的同时也触发了火灾警报 与此同时 星光利用警报灯发动了超能力直接破门而出 就在修一准备离开的时候 突然想到了什么又跑了回来 因为出去的时候需要用到指纹开门 所以修一拿走了点灯人的一只手 星光刚走出电梯门去寻找自己的母亲 却被突然出现的悬色偷袭 星光立即使用超能力进行反击 可这对悬色根本造不成一点伤害 她想逃走却又被悬色拉了回来 接着就是对她一顿疯狂输出 打得星光毫无还手之力 幸好星光是一名超人类 要是换作普通人 这种程度的伤害早已经死了好几次了 就在星光被掐住脖子奄奄一息时 梅府女王突然出现 她强行给悬色嘴里塞了一块星人巧克力 因为悬色对这种食物过敏 她也因此失去了战斗能力 另一边 修一拿着那只断手打开了一间牢门 里面正是星光的母亲 两个人在逃出去的同时 刚好遇见了星光 星光看到修一冒着生命危险来营救自己 心里也是非常的感动 随后修一拿着点灯人的断手 带他们离开了这里 因为点灯人自焚 他们失去了一位有力的证人 老布只好亲自来拜访暴姆博士 他之前是沃特公司里的首席战略官 老布希望他能出席听证会 指控沃特公司的罪行 可他敬酒不吃吃法酒 老布最后拿他的家人 作为要挟他才肯同意 在听证会这天 各大媒体新闻及主要人物都到达现场 修一他们也在电视机前 等待着审判结果 主持这场听证会的主席是维多利亚议员 当看到暴姆博士出场 在场的所有人都一脸惊讶 可就在维多利亚身边的助理开始提问时 可怕的一幕发生了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吓到众人都惊声尖叫起来 就在所有人都表现的一脸疑惑之时 暴姆博士也跟着脑袋开了花 场面瞬间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爆炸声和尖叫声连绵不断 就连身为超人类的冲击波 也惨遭同样的命运 原本是沃特公司5号化合物的审判听证会 现在却变成了一个修罗屠杀现场 在慌乱中 马洛里带着维多利亚议员匆匆地离开了这里 而祖国人和风暴女却丝毫不慌 就这样看着他们惊慌失措地四处逃窜 而电视机前的修一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好不容易有一次扳倒沃特公司的机会 却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出打乱了计划 也因为这起事件 沃特公司不但没有得到制裁 反而还促成了5号化合物的合法化 每个人都想拥有超能力来保护自身的安全 一支5号化合物就卖到了500万美金 而且还供不应求 另一边 贝加伤心欲绝地找到了老布 原来前不久 祖国人带着风暴女来看望自己的儿子 风暴女对莱恩非常喜欢 于是祖国人将莱恩从他母亲身边带走 因此老布主动找到了沃特公司的老总炸鸡叔 因为莱恩是沃特公司用来牵制祖国人的唯一手段 一旦祖国人失去控制 没有了莱恩这个筹码 后果可想而知 所以老布想跟炸鸡叔合作 他负责将莱恩从祖国人身边带走 到时候会电话联系沃特公司的人接走莱恩 而贝加要留在老布身边 最终双方都达成了协议 与此同时 星光在跟修一开车回去的途中 火车头突然惊陷在他们身后 这可把两人吓得不轻 赶紧把车辆停在路边下车 修一以为火车头是来报复自己的 可没想到他拿出了一叠文件 里面的内容让星光大吃一惊 是风暴女一些见不得光的爆料 因为火车头想要回到超级气人组 所以不得不将风暴女赶走 再回到基地后 众人开始整装待发 准备好各种武器弹药 修一用手机拍下了风暴女的资料 并用电脑发到了网上 一切就绪后 他们就迅速展开了行动 祖国人正在小木屋跟自己的儿子看电视 突然一阵刺耳的声音扰乱了他们 祖国人顺着发出声音的方向飞去 在看到祖国人中计后 老布也开始行动 带着贝加进入小木屋找到了莱恩 并带他离开了这里 此时祖国人也来到发出声音的地方 用激光眼击碎了音响堆 这时祖国人才发现中了吊虎离山之计 在带走莱恩后 沃特公司的特勤人员也来到了小木屋 原本跟老布约定好把莱恩交给他们 可现在却找不到人 只看到他留在桌子上的那一部手机 此时祖国人也返回了小木屋 在知道是他们和老布联手抢走自己的儿子 他瞬间上头 当祖国人从屋里出来时 已经满身是血迹 另一边 修一在把风暴女的资料发到网上后 就引起了大轰动 很多人对她是内粹的身份都发出了强烈的抗议 还有些人用她的头像制作成恶搞动画发到了网上 因此她的人气也一落千丈 就在老黑带着贝加跟莱恩离开时 风暴女突然从天而降 并使用超能力把他们的车辆掀翻到远处的草坪上 老布连忙跑过去救人 幸好他们都平安无事 老黑让他们先带莱恩离开这里 他则留下来跟修一他们对付风暴女 眼见哑巴女孩和星光不是风暴女的对手 小法正准备跑回车里拿武器对付她 可却被风暴女使出的电流把车辆和武器全部炸毁 哑巴女孩又对风暴女发起了进攻 可风暴女毕竟是活了一百岁的人了 哑巴女孩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反而还被拧断了脖子 小法他们使用枪械对准风暴女射击 这对她来说根本不通不雅 双手使出雷电将她们全部击倒在地 就在她们感到绝望之时 眉府女王突然现身阻止风暴女 而倒在地上的哑巴女孩也活了过来 三个女人一台戏 被夹在中间的风暴女被星光三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这可把身后的三位男人看得目瞪口呆 风暴女最终扛不住 只能夹着尾巴迅速逃离此地 另一边 老布正带着被夹母子刚逃没多远 风暴女瞬间从天而降挡住了她们的去路 二话不说就使用超能力将老布机飞出去 她靠近被夹母子想把莱恩带走 可却遭到了被夹偷袭弄下了一只眼睛 风暴女愤怒地将被夹按在一棵树干上 比伤害对她根本一点作用都没有 情急之下 莱恩双眼变得通红 当老布从地上醒过来时 风暴女已经变成了残疾人 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只见莱恩不停地说着道歉 原来她刚刚射出的激光眼 连同她的母亲也受到了伤害 老布伤心欲绝地大喊着救助 可这荒山野岭的哪有什么人 贝加知道自己已经无力回天 她希望老布不要责怪莱恩 并要求老布答应能保证莱恩的安全 在交代完一切后 贝加就离开了人世 这时候祖国人也来到了这里 看着变成这样子的暴风女 她内心无比地难过 事已至此 祖国人也是无可奈何 毕竟莱恩是自己的亲儿子 就在她要叫走莱恩时 莱恩却缓缓向老布靠近 不愿意跟她离开 祖国人突然仰天大笑起来 就在她准备强行带走莱恩时 梅腐女王突然来到祖国人身后 她拿出一段之前 在飞机上的一段视频 威胁着祖国人 如果不放走 他们就会把这段视频 发到网上 祖国人犹豫了一回 最终她还是放不下 自己的形象选择了妥协 老布就这样抱着莱恩 从她面前离开 随后沃特公司 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声明 风暴女士袭击听证会的罪魁祸首 在星光和梅腐女王的帮助下 已经将她抓捕归案 祖国人最后还对星光和梅腐女王 发起了表扬 在昊月当空的晚上 祖国人一脸面目猙獰 嘴里还说着她想干嘛就干嘛 失去风暴女后的她 也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安慰自己 男人满脸微笑地放下手机 心满意足地准备打开一瓶饮料 在男人的窗户外站着一位女人 此人正是维多利亚一员 听证会发生的爆头事件 就是她一手造成的 在公园内 老布把祖国人的儿子莱恩 交给马洛里保护起来 因为他答应过贝加 永远不要让祖国人找到莱恩 同时马洛里还告诉给老布 他和修一等人 所有的指控已经被撤销 现在他们成立了一个 超人类事务办公室 而维多利亚就是办公室的主管 他正在组建着一支队伍 目的就是盯着超人类 并询问老布是否感兴趣 而老布只是默不作声 带着墨镜潇洒地离开了 在得到自由后 老黑终于能回到了家人的身边 小法跟哑巴女孩 也渐渐地进入了热恋之中 带着行李去过上二人世界 而修一却找到了维多利亚 他申请加入到维多利亚的队伍之中 以正确的方式对抗超人类 而祖国人在失去风暴女后 他就一直戴着一副伪善的面具 出席各种活动现场 他的人气也因为 和风暴女的关系一落千丈 反而星光带着男友修一一出场 就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而他就像被丢弃的孩子一样没人爱 也因为现在星光的支持率比祖国人高 炸鸡叔决定让星光担任 超级七人组的队长 祖国人听后被惊呆了 这也让星光感到受宠若惊 他本想拒绝这个众人 但炸鸡叔还是坚持自己的这个决点 祖国人也只能假装微笑 带着无奈离开了会议室 走出会议室的祖国人刚好碰见了火车头 他把满肚子的气撒到火车头身上 这也搞得火车头一脸污水 祖国人对他一顿嘲讽后就转身离去 祖国人瞬间上头 愤怒地亮出自己的激光眼就要抹出火车头 火车头被吓得一直不停地说着道歉 祖国人这才饶了他一命 然而这一切都被美府女王看在了眼里 他立即拿出手机发出了一条短信 想跟某个人见面 这个叫白蚁的超人类能随意缩小自己的身体 此时他钻进男友的体内 想给他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可他控制不住地打了个喷嚏 男友就这样被他的这个喷嚏引恨西北了 这时候小法突然闯了进来 小法看到这一幕刚准备要离开 可却被白蚁叫住 因为他要把小法这个目击证人解决掉 小法刚要转身逃走 却被他一脚半倒在地 接着白蚁钻进了他的裤子里 想找个洞钻进小法的体内 小法慌张地拍打着自己的大腿 想把他抖出来 这时候哑巴女孩冲进房间内 哑巴女孩好不容易从他屁股拔出来 可他却租心大意被白蚁咬了一口 还被白蚁狠狠地甩到了床上 小法立即拔枪寻找目标 奈何白蚁太小根本找不到 自己反而被他甩到角落晕了过去 就在白蚁想要从他嘴里钻进去时 一个塑料袋挡在了小法面前 原来是老布在关键时刻及时出手 装在塑料袋内的白蚁被老布抖得晕头转向的 接着老布把他倒了出来 老布本想一巴掌拍死他 可是他还是选择把他交给了超人类事务部 因为修一现在是他们的老大 处理超人类的事都要经过修一同意 此时的修一已经是超人类事务部的二把手 但他还不知道 眼前他的上司维多利亚就是那个暴头女 很快一个男人的出现就让修一发现了这个秘密 这个叫东尼的男人指着维多利亚的卦象说找内比亚 并说他们是一对很好的朋友 修一以为他找错了人了 叫保安把他请了出去 这件事他也没有太过在意 可到晚上下班的时候 修一看到东尼一直喊着内比亚 也就是他的上司维多利亚 好奇心让修一跟了上去 在一处角落里 这个东尼还真是跟维多利亚认识 而且两人还拥抱在了一起 东尼突然发现自己流鼻血 他立即用力推开维多利亚 接着上前捂住他的双眼 维多利亚拼命挣扎露出一只眼睛 然后眼珠子翻白 东尼的一只手就这样废了 这可把躲在后面的修一下了一条 失去一只手的东尼最终敌不过维多利亚 被他使用超能力炸成了碎片 曾经被万人敬仰的风暴女 如今却变成了这副模样 刚刚失去队长身份的祖国人 带着愤怒的情绪来找风暴女发发牢骚 希望风暴女给到她一点安慰 风暴女也是非常的配合 给祖国人做起了手工 风暴女本想让祖国人帮她完成自己的复仇计划 但是祖国人并不认同她的观点 盼着祖国人无情地离去 这也让她陷入了绝望之中 从此她就对祖国人心灰意冷 就在祖国人生日的这天她选择了咬舌自尽 此时的祖国人正在屋顶上劝说着一名想要跳楼的少女 艾什利还叫摄影师摆好摄像机 在少女跳楼的时候抓拍她救人的镜头 可没想到 偏偏这个时候祖国人看到屏幕上风暴女养舌自尽的暴动 虽然风暴女变成了这副模样 但祖国人还是对她有感情的 她开始对女孩抱怨着各种不满 她认为风暴女不该受到这样不公平的对待 心灰意冷的祖国人也不再劝阻少女跳楼 少女苦苦哀求着 但是祖国人却使用激光眼威胁着她跳下去 随后祖国人回到风暴女的病床 看着床单上的血迹 祖国人陷入了深深的伤痛之中 自从梅芙看到祖国人接近失控的边缘 她就立马找到了老婆 并递交给她一份资料 里面是上一代超级七人组队长士兵男孩的一些资料 里面记载了当时她在俄罗斯执行任务时 被一种叫红色BCL的秘密武器杀害 如果能找到这种武器 他们同样可以用这种武器来对付祖国人 但要查出士兵男孩的死因 那么他们就必须先从士兵男孩原先的队友 飞红女爵 还有她的副手火药查起 随后梅芙女王拿出三个小药瓶交给老婆 这是五号化合物的衍生产品 注射一瓶就可以让普通人拥有24小时的超能力 老布知道自己不是她的对手 只能四处开枪分散她的注意力 于此趁机逃走 回来后的老布包扎好了伤口 突然想起梅芙女王交给她的那几瓶五号化合物 随后老布再次找到火药 火药二话不说直接给她伸上来了几发子弹 本以为老布这下已经彻底凉凉了 可没想到她突然从地上爬了起来 原来是她注射了一瓶五号化合物 这也使她拥有了刀枪不入的超能力 而且力气还大到能徒手掰断一只手枪 接下来火药就被老布一顿疯狂输出 最终火药扛不住 把关于士兵男孩的死因告诉给老布 但老布早已经知道士兵男孩是被人杀死的 火药表示她只知道这么多 何况她当时也只是个15岁的孩子 她让老布去问当时负责这次行动的中情局特工马洛里 可能是五号化合物的原因 此时的老布非常的暴躁 不由自主地从眼里射出了两道激光 而身后的汽车跟火药都被切成了两半 另一边 休一在知道维多利亚是那个暴头女后 她就选择了重新归队 以原来的方式跟老布他们一起对抗超人类 对于休一的回归大家都很开心 但为了不让维多利亚有所怀疑 休一让哑巴女孩掰断了自己的一只手臂 这样就可以有理由请假不去事务所上班 接下来他们一起找到了马洛里 想从她这里了解到之前士兵男孩的真正死因 马洛里本来不打算告诉给他们 但在老布死皮赖脸的追问下 马洛里也只能无奈地说出了事情 当时正处于全球冷战时期 为了能有效对抗敌方势力 军队跟沃特公司进行了合作 把当时的超级七人组小队送往了战场 但在马洛里看来 他们根本不适合上战场 因为都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 当时的士兵男孩端起火箭筒 想绣一波操作 可却被马洛里出面制止 这也引来了士兵男孩的不满 眼看就要发生冲突 年轻的炸鸡叔站了出来 并向马洛里表示歉意 因为派出这群超人类式高层的指令 马洛里也只能睁一眼闭一只眼 在这里我们也了解到 面具下的玄色原来是一名黑人 此时他正跟炸鸡叔抱怨着不想戴面具 经过刚才跟马洛里的小碰撞 士兵男孩对他产生了好感 表示想跟马洛里进行交往 但马洛里对他并不感兴趣 就在两人说话间 意外却发生了 这是最初的超级七人组小队 飞红女爵 头脑风暴 昆虫人 炸药双胞胎 悬色 火药 还有队长士兵男孩 这是他们第一次被送往前线与军队联合作战 而超级七人组小队却忘记了这里是战区 甚至把这里当成了他们的度假圣地 然而没多久就遭到了敌人的偷袭 从没上过战场的他们瞬间就慌了阵脚 昆虫人想要临阵脱逃 可不料被一发炮弹直接引恨西北 飞红女爵更是敌我部分 害了自己人都不知道 火药则使用重机枪无脑的乱射一通 而头脑风暴和炸药双胞胎却害怕躲了起来 只有士兵男孩比较正常 凭借自身超强的战斗力轻松干掉几名敌军 马洛里眼见火药把枪口转过这边 他连忙跑到安全的地方 可却被敌军射来的几发炮弹给击倒 当他从昏迷中醒过来时 现场已经一变狼藉到处都是尸体 几乎已经全军覆没 悬色的一半边脸也毁了容 这下不想戴面具也不行了 这时候飞红女爵急忙地跑过来说 士兵男孩已经被敌军用某种武器给杀死 还把他的尸体用直升机给带走了 马洛里的116名手下全部阵亡 然而沃特公司的人却安然脱身 从此马洛里就一直想要扳倒沃特公司 马洛里表示他的权限只能追查到这么多 知道真相后的老布非常愤怒 如果马洛里能早点说出来 也许他们就会去找到这种武器杀了祖国人 他的妻子也不会因祖国人而死 随后老布就怒气冲冲地想要离开这里 可却被莱恩拦了下来 如今他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老布 他不想再次失去亲人的痛 可老布却用语言攻击莱恩 将被加的遭遇怪罪到他身上 表示他不愿意再看到莱恩 莱恩这颗幼小的心灵再次受到伤害 把老布送给他的项链 从脖子摘下来并扔到了地上 在祖国人庆祝生日的舞台上 台下的一名男人突然大声地说道 看着祖国人那僵硬的笑脸 星光立即用语言为他掩饰这尴尬的场面 此时的祖国人也不再选择沉默 他开始把内心中的愤怒宣泄出来 表示自己比普通人更优秀更聪明 他以后也不会再向任何人道歉 坐在台下的炸鸡书拉长了一副黑脸 艾失利本想让节目组赶紧切入广告 可却被祖国人立马阻止 而正在观看直播的观众 对祖国人发表的演讲瞬间来了兴趣 我已经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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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以为他的这些举动会导致自己的支持率下降 没想到艾失利却告诉给祖国人 他的支持率不但没有下降 反而还上升了 之前从未有哪个超级英雄得到过这么高的支持率 就连上一代的队长士兵南海也没有 祖国人听后瞬间上头 没想到他表现出最真实的自己 竟然有这么大的意外收获 此时的祖国人正一脸春风得意 甚至都不把星光这个队长放在眼里 还擅作主张想要让深海重新归队 看过第一季的都知道 星光刚加入超级七人组的时候 被深海强行做了核酸检测 深海还送给星光一条精美的黄金吊坠 希望能得到他的原谅 但是星光并不接受他的道歉 更是不同意让深海重新归队 星光还以飞机上的那段视频威胁祖国人 如果让深海归队 那么他就将视频公之于众 然而现在的祖国人却根本不惧怕威胁 虽然祖国人很喜欢受到人民的爱戴 如果一旦星光将他的这份爱给夺走 那么他也会大开杀截 直到这个国家从地图上消失 星光瞬间也没有了优势 只能呆呆地站着默不作声 深海也在祖国人的支持下 重新回归超级七人组 还特意为他举办了一场特别的晚餐庆祝 看着他们津津有味地吃着海鲜 深海实在是下不去口 因为这些海鲜就如同他的朋友一般 更糟糕的是 祖国人还为他点了一份特殊的食物 那就是盘中的这只巴掌鱼 你看这时候的祖国人笑得有多开心 为了庆祝深海回归超级七人组 祖国人为他准备了一桌海鲜晚餐 并亲自为他点了一份特别的食物 那就是盘中的这只巴掌鱼 蒂摩西是深海的朋友 他这怎么下得了口 为了应付祖国人 深海的妻子示意他把蒂摩西吃掉 深海颤巍巍地拿起筷子夹住了蒂摩西的头 在送进嘴里前还跟他说了一声对不起 深海在自己的努力下 也如愿以偿正式回归超级七人组 同时还有新的成员 那就是星光的好朋友超因素 而让人出乎意料的是 祖国人突然宣布正在跟星光谈恋爱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也让星光有些不知所措 但为了应付这种场面 星光也只能忍辱负重 还主动亲了祖国人 秀一面对这顶突如其来的帽子 除了迎人也别无选择 毕竟他想让星光先稳住祖国人 相信要不了多久 他们就可以找到能杀死祖国人的武器 随后星光来找梅府女王 并试探性地问他知不知道一种叫红色BCL的武器 星光这才知道 有关这种武器的资料是梅府告诉给秀一他们 最终两人统一战线 一起稳住祖国人为秀一他们争取时间找到武器 随后星光又找到自己青梅竹马的好朋友超因素 对他一番真情流露后 超因素也同意加入到他的阵营 在超级七人组会议上 火车头提出个人意见 最近沃特公司旗下的一名超级英雄蓝鹰 在他们的黑人社区过度的巡逻 这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形象 希望祖国人能把他撤回 深海意识到这是他在祖国人面前表现的一次机会 以各种对祖国人不利的理由否决了火车头的意见 在会议结束后 火车头满腔怒火叫住深海 他对祖国人乱拍马屁的行为很不满意 深海却不以为然 还出言嘲讽火车头 还威胁着火车头使他把风暴女奈翠的身份泄露出去 两人因此大打出手 最终双方都倒在了地上 然而路过的祖国人只浮起了深海 并对火车头进行了一顿嘲讽 因为老布服用了零食五号化合物来对付火车 药效过后也导致他出现反胃的情况 在通过马洛里得知士兵南海被俄罗斯人带走后 老布就带着一大袋钞票 来找小法上一任的俄罗斯黑帮大佬妮娜 希望通过她的势力找到那种对付祖国人的超级武器 在钞票的诱惑下 妮娜同意提供帮助 但她有一个条件 在他们进入俄罗斯后帮她干掉一个当地的一位寡头 老布想都没想就爽快答应了 在他们到达俄罗斯后 老布就立马采取行动 打算让哑巴女孩去解决掉当地的那位寡头 显然哑巴女孩有着自己的想法 她表示自己不是一把冷血的武器 在老布的危言下 两人也只能乖乖照做 哑巴女孩扮成一名贵族女子混进寡头的大豪宅 在房间里有着众多和她绅士一样可怜的女子 就在寡头想要给女孩做核酸检测时 哑巴女孩脱掉高跟鞋迅速进入战斗模式 她凭借着自身超强的战斗力 轻松干掉屋内的两名安保人员 一名安保人员刚要进门 被她使出小李飞刀的绝技直接带走 就在她完成任务拍照的时候 突然被身后的一名女孩偷袭一击致命 但哑巴女孩有着快速恢复伤口的能力 不到一分钟就从地上站了起来 她并没有责怪对她开枪的女孩 因为她们都是同为天涯沦落人 这种感受哑巴女孩深有体会 回来后 她直接把手机甩给老布便愤怒地离开了 在准备行动之前 老布还给自己注射了一针五号化合物 随后他们就来到黑帮大佬妮娜提供的实验基地 在干倒一名安保人员后 他们就开始寻找对付祖国人的超级武器 小法发现玻璃柜里关着一只可爱的小仓鼠 他还敲着玻璃试图跟她打个招呼 可没想到她却突然变得异常暴躁起来 在里面四处乱撞 还准备把玻璃撞碎了 同时也触发了警报声响起 别看她是一只人畜无害的小仓鼠 可下一秒她却变得异常暴躁起来 原来她是一只被注射过五号化合物的小仓鼠 这时警报声突然响起 双方也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交战 小法与一名守卫相遇对峙 他发现刚才的那只小仓鼠凭空而起 接着小仓鼠迅速对守卫发起了攻击 老布他们现在已经接近弹尽粮绝的地步 在这危机时刻 老布也开始放起了大招 只见他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 此时的他已经是精端不坏之身 一双红色激光岩所到之处无人生还 而且还力气大到能徒手掰断敌人的脖子 还在惊讶之中的老黑丝毫没有察觉到背后有人要偷袭 修一发现后及时出手 原来是修一也偷偷注射了五号化合物 所以才有了瞬移的超能力 趁着超能力还没消失 老布打开了这个神秘的容器 随着烟雾慢慢消散 里面隐约出现了一个人影 当老布看清楚他的面目时 这才知道此人正是消失已久的士兵男孩 他用力挣脱身上的束缚 并缓缓走出容器 小法还表示自己对他并没有恶意 但士兵男孩鸟都不鸟他 还主动对他发起了攻击 士兵男孩就这样逃出了实验基地 大家都知道哑巴女孩有着快速恢复伤口的能力 但被士兵男孩袭击后 她的这种能力也没有了作用 难道哑巴女孩就这样凉凉了吗 而另一边 此时的炸鸡叔也意识到 他对祖国人已经渐渐失去控制 他想通过自己的养女维多利亚 以政客的身份给祖国人敲个警钟 沃特公司到底谁才是他们的老大 可在发布会当天 维多利亚却把炸鸡叔的种种罪行公之于众 反而祖国人成为了检举揭发的良好市民 炸鸡叔就这样被带走接受调查 而祖国人也摇身一变成为了沃特公司的一把手 而维多利亚之所以这么做 是想让祖国人帮他拿到五号化合物的原始配方 在拿到五号化合物后 维多利亚立马给自己的女儿注射 因为他想让自己的女儿变为强者 这样就能避免受到别人的伤害 这回嚣张跋扈的祖国人真的遇到对手了 就在刚刚 士兵男孩被老不意外放了出来 他释放出强大的超能力打倒哑巴女孩后 就逃出了实验基地 当他再次回到纽约街头时 这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看着繁华的街道和众多的高楼大厦 表示着这已经不是他的时代 曾经的超级七人组队长也已然被祖国人取而代之 可就在这时 他听到收音机里播放着一首俄罗斯歌曲 这也让他想起了自己被当作小白鼠实验的往事 这也导致他不由自主地发动了自己的超能力 当祖国人看到这监控画面时 他也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感 因为他知道监控中的人 正是上一任超级七人组的队长士兵男孩 老布跟休一也第一时间来到了现场 他们简直难以置信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 士兵男孩释放出的超能力就如同一颗小型核弹一般 把整栋大楼都给摧毁掉 为了找到士兵男孩这颗行走的核弹 他们找到了沃特公司曾经的副总裁 从他这里了解到 士兵男孩昨天来到过这里 并取走了他自己的战衣 还向他询问了飞红女爵的地址 在知道士兵男孩的意图后 老布他们也立马采取行动 虽然他们缺乏了哑巴女孩这个超强的战斗力 但老布又从梅斧女王那里弄来了零食五号化合物 而且老布跟梅斧女王也渐渐地日久生情 也因为他俩的一番激情过后 祖国人从梅斧女王身上闻到了老布的味道 他这才意识到 梅斧女王已经背叛自己 因此他让玄瑟将梅斧抓了起来 此时的飞红女爵正在往上一对抑制波 然而却被突然出现的老布迅速扑倒 飞红女爵双手被包得严严实实地绑在了椅子上 这样他就没办法使出超能力 他们想利用飞红女爵当作诱饵 以此来抓住士兵男孩 可让老黑意想不到的是 老布竟然在他的矿泉水里下了蒙汗药 因为他想跟士兵男孩一起合作干掉祖国人 他知道老黑肯定不会答应 所以就将他鸣晕 随后老布就把飞红女爵交给士兵男孩 原来当年士兵男孩被抓走当作小白鼠 都是飞红女爵和其他队友的背叛才导致的 积累多年的怨恨在此刻间爆发了出来 把飞红女爵连同房子一起炸毁 再看到士兵男孩从废墟中出来 星光立马提高警惕准备战斗 可却被修一阻挡在他前面 因为现在的士兵男孩 就是他们用来对付祖国人的超级武器 苦等一周的黑袍纠察队第六级高能来袭 老布跟士兵男孩强强联手对付祖国人 还有一直在裸奔的修一也加入了战斗 这回祖国人真的要凉凉了吗 紧接上一集剧情 祖国人从监控中确认是消失已久的士兵男孩后 他就开始变得有些不安起来 生怕士兵男孩的出现给自己带来严重的影响 祖国人想通过玄色了解到士兵男孩的意图 但玄色也只是看着他默默作声 祖国人也很是无奈 只能拍拍他肩膀后走人 玄色走进电梯后 立马拿出匕首取出装在手臂里的追踪器 然后把追踪器送给旁边的女孩当做见面 接着就匆匆地离开了 现在负责犯罪调查科的深海发现玄色已经失踪 他将此事告诉给了祖国人 祖国人始终都无法接受 平时对他绝对服从的玄色 怎么在这关键时刻临阵脱逃呢 深海也调查到了飞红女爵的死因 他认为士兵男孩正在向他之前的小队复仇 包括玄色在内 而且深海还查到了炸药双胞胎的地址 士兵男孩的下一个目标有可能就是他们 再回到房间后 祖国人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他开始对自己的能力有所怀疑 要是真的打不过士兵男孩该怎么办 也许他当初接手沃特公司就是一个错误 而镜子中那个强大的自己一直在鼓励着他 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强者 很快深海就找到了炸药双胞胎 刚好今天他们举办了一场派对 当深海进入到里面时 被眼前的这些场景深深给吸引住 另一边 士兵男孩在老布和修一的帮助下 也渐渐适应了这个新的时代 在经过短暂的接触后 双方也达成了共识 很快老布也查到了炸药双胞胎的地址 在行动之前 老布跟修一还先注射了5号化合物 随后他们就根据地址来到了目的地 紧接上级剧情 士兵男孩跟老布修一来到了目的地 为了避免士兵男孩伤及无辜 修一利用顺移裸奔的超能力 先到里面打探炸药双胞胎的位置 可刚到里面就遭到了一位胡子男的搭讪 与此同时 星光和老黑也根据线索来到了这里 老黑本想去上个洗手间 有谁知道这黏糊糊的白色液体是什么吗 评论区告诉我 随后星光独自来到一间房内 却发现深海正在跟一只八爪鱼做核酸检测 星光还拿出手机进行拍照 这下深海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出来后的星光刚好遇到修一 他刚才从深海那里了解到 祖国人也正在赶来的路上 这里必将有一场大屠杀 希望修一能跟他一起疏散人群 可这时候却看到士兵男孩走了进来 星光本想要上前去阻止 可却被修一连同他一起顺移到了屋子外面 刚换好一身衣服的老黑就碰到了仇人士兵男孩 老黑把一颗自制的烟雾蛋扔到他面前 可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士兵男孩竟然拿起烟雾吸进了嘴里 还潇洒地把烟雾吐了出来 就在老黑想要跟他拼死一搏时 老布却让士兵男孩别伤害他 并告诉士兵男孩他要找的炸药双胞胎就在外面 眼见自己的仇人就这样被老布放走 老黑把所有的愤怒都宣泄到他身上 老布就这样任由他来回折腾 炸药双胞胎再见到士兵男孩后 连忙解释说当初背叛他都是玄色出的主意 这时候士兵男孩又听到了那首熟悉的音乐 又让他回想起了那段痛苦的回忆 接着他不由自主地发动了自己的超能力 整栋别墅瞬间被炸成了碎片 幸存下来的人都忙着四处逃窜 深海也带着那条八爪玉匆匆地离开了现场 火车头也趁此机会抓住蓝英 他想要替自己的哥哥报仇血恨 在拖行数公里后 蓝英也变成了一滩烂泥 而火车头也心脏病发作倒在了地上 随着一脚踩爆白蚁 祖国人也正式登场 当老布从昏迷中醒过来时 整栋别墅已经变成了一座废墟 而造成这一切后果的士兵男孩 连自己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 就在老布感到惊讶之时 祖国人已经走了进来 因为祖国人之前就跟老布约定好的要一对一决战 然而老布却不讲武德 寻找了士兵男孩联手对付他 接着祖国人迅速出击 将士兵男孩按到墙上 想要使出激光演义机之命 而士兵男孩不给他这个机会 对着祖国人就是一顿疯狂输出 当从昏迷中醒过来的老黑 正准备上前找士兵男孩报仇 可却被星光阻止 因为别墅里还有其他伤者 星光希望他先能帮忙救人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老黑也只能先随同星光一起去救人 此时的士兵男孩这才意识到 自己根本不是祖国人的对手 被他单手掐住脖子按到了墙上 就在这关键时刻 老布的出现让祖国人有些难以置信 但他也没有多想 直接上前跟老布打了起来 因为老布注射了零食五号化合物 此时的他就像山寨版的祖国人 两人的战斗力也是不相上下 祖国人被老布一拳打到凭空而起 他们同时都射出了激光演 就在两人对峙的时候 士兵男孩趁机偷袭祖国人 并将他狠狠地甩到了墙边 接着他们同时重拳出击 对祖国人一顿疯狂输出 祖国人躲过两人的攻击 一拳将士兵男孩击倒 老布也被他双手掐住脖子按到墙上 关键时刻 修一突然出现将祖国人推开 祖国人愤怒地想要去抓住修一 却被士兵男孩从背后一个抱摔 将他按到了地上 修一也及时闪现过来帮忙 就在士兵男孩蓄力准备发动超能力时 祖国人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振脱树 并一跃而起迅速逃离了现场 祖国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迅速逃离了此地 老布他们又错过了一次杀死祖国人的机会 星光跟老黑在别墅外治疗伤员 在看到士兵男孩和老布修一出来时 他们只是两眼相望一会就离开了 星光看着躺在地上的一个个尸体 突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让老黑帮他拿着手机开启了直播 向民众揭露了沃特公司内部丑恶的一面 他们心目中所谓的超级英雄 其实根本不在乎民众的生死存亡 他们只是披着人受外衣的才狼为非作歹 而祖国人就是这些超级英雄中最恶劣的一位 在星光的爆料下 祖国人的本性也彻底被暴露出来 接下来他该怎样做出抉择呢 另一边 自从哑巴女孩被士兵男孩意外打伤后 就被送到医院进行治疗 他也因此失去了超能力 幸好有小法陪伴在他身边悉心照顾 失去了超能力的哑巴女孩反而还很开心 因为这样他又可以做回了一名普通人 这是他一直都想要的 可就在这一天 他正心情愉悦地吃着雪糕 突然被一名光头壮汉偷袭 当他从昏迷中醒过来时 发现自己被靠在了椅子上 同时还有小法的前女友雪莉 随着大门突然打开 小法也被他们抓了进来 因为小法拒绝了女老大交给他的任务 所以才遭到了报复 抓住哑巴女孩和雪莉逼他做出选择 要么乖乖地完成任务 要么看着心爱之人死在自己面前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哑巴女孩利用冰棍木条打开手铐 并直接将棘反杀 趁他不注意 哑巴女孩一口咬住他的小腿 雪莉也趁机挣脱束缚 阻止了女老大捡起地上的武器 失去了超能力的哑巴女孩 完全不是光头男的对手 被他按到地上疯狂地输出 这时他看到旁边的一根钢钉 拿起后就直接刺入光头的大腿 光头男痛苦哀嚎着 哑巴女孩立即进行堵刀 对着他的胸口疯狂连刺了几十下 当哑巴女孩冷静下来时 女老大早已经不见了踪影 苦等一周的黑袍纠察队第七级高能来袭 第一次被打败的祖国人顶不住压力 去到牛棚里挤牛奶进行减压 这也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感 并沉浸在其中无法自拔 随后就端起这新鲜热乎的牛奶一礼而尽 紧接上级剧情 自从星光直播揭露了沃特公司 和那些虚伪的超级英雄后 祖国人也立马采取措施 出席各种活动演讲澄清自己和沃特集团 同时艾势力也在媒体采访前诬陷星光 称星光只是一个满口无言的骗子 还把星光当成了闪光恐怖分子的一员 另一边 士兵男孩正在寻找着下一个目标复仇 那就是他之前的队友心灵风暴 老布根修一为了能利用士兵男孩对付祖国人 也只能先帮士兵男孩完成他的复仇之路 再去寻找心灵风暴的途中 士兵男孩不小心触发了爆炸陷阱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一个满脸胡渣的老头出现在老布面前 一眨眼的功夫老布就已经陷入了幻境之中 回到了他小时候的场景 原来当才的那位大叔正是心灵风暴 导致老布陷入昏迷的是心理风暴常用的手段 一旦中了他的幻术 就会陷入无限循环的噩梦之中 直到脱水而亡 如果想唤醒他 那么只有解灵还蓄计灵源 修医也只能暂时丢下老布 跟士兵男孩继续前往寻找心灵风暴 随后两人走到公路边 刚好遇到一位神父的汽车在公路上抛锚 神父请求他们能帮忙修理一下 士兵男孩也是非常愿意助人为乐 可下一秒他却突然把枪击倒神父 他认为是心理风暴使用的手段鼓劃他们 趁其不备将他们杀掉 接着把枪口对准修女 尽管修医在极力劝闭 但还是没能阻止悲剧发生 随后他们来到了心灵风暴的藏身之所 士兵男孩从反光镜发现了心灵风暴的位置 就在他准备行动时 修医却抢先他一步 用瞬移的超能力把他带到老布身边 在修医的请求下 心灵风暴把老布从噩梦中唤醒 但作为条件 修医要帮助心灵风暴逃出士兵男孩的魔爪 就在修医准备兑现承诺时 士兵男孩将他击倒在地 并用布袋套住他的脑袋 防止心灵风暴对他使用幻术 因为刚才修医趁机带走心灵风暴 这也引来了士兵男孩对他的不满 士兵男孩质问他到底谁才是出卖他的主 心灵风暴也如是说出了一个惊天秘密 一时难以接受真相的士兵男孩 顺怒地将心灵风暴砸成了西瓜汁 另一边 小法带着哑巴女孩找到了老黑和星光 为了能找到对付士兵男孩的武器 老黑跟小法翻看了对士兵男孩实验的视频 希望能从中找到士兵男孩的其他弱点 星光在屋内悉心照顾着哑巴女孩 再看到哑巴女孩从包里拿出一瓶烈酒 他接过酒瓶直接往自己嘴里灌 看到这里 表哥我真是自愧不如啊 接着哑巴女孩向星光表示 自己想要恢复以前的超能力 并希望他能帮助自己 进入沃特公司内部拿出一瓶永久性的五号化合物 因为在他失去超能力后导致小法受到了伤害 他不想悲剧再次重演 他想当做小法的防御盾牌 为他阻挡一切的伤害 星光也答应了哑巴女孩的请求 很快他就来到沃特公司实验室偷取五号化合物 就在他拿到五号化合物准备离开时 却发现了桌子上零食五号化合物的实验报告 报告里面写道 使用零食五号化合物会导致患有恶性肿瘤和皮质紊缩 注射三到五之后就会致命 星光赶紧离开这里想去通知修医 可刚好被祖国人撞见 星光谎称自己是来收拾个人物名 好在祖国人也没有多疑 为了防止祖国人伤害自己 星光拿出手机开启了直播 毕竟星光有两个亿的粉丝在那里看着 祖国人也不能在这个时候乱来 出来后的星光立即电话通知老婆 把零食五号化合物的危害性告诉了她 并希望她能转达给修医 还没等星光说完 老婆就直接挂断了她的电话 此时修医刚去买东西回来 然而老婆却面对修医犹豫了一回 接着对她说零食五号化合物已经所剩无几 他们需要再去补充一些回来备用 祖国人刚刚挤出新鲜热乎的牛奶 随后就将端起一大桶的牛奶一流尽 这一幕刚好被赶来的抱头女看见 因为在刚才的演讲中 祖国人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吐槽星光 却对她想要竞选总统的是只字未提 但激怒祖国人的后果非常严重 在祖国人的死亡威胁下 抱头女表明了自己的意图 用自己的发现跟祖国人进行交换 最终两人达成了协议 自从深海跟巴掌鱼做了一次核酸检测后 他就已经彻底的上头 劝说着自己的妻子来个比翼双飞 尽管他有些不情恋 但还是被深海给说服尝试一下 看着深海无比的享受 他却感到浑身不舒服 最终他还是忍受不了离开了 玄瑟在得知士兵男孩回来的消息后 他立马背叛祖国人匆忙逃走 从前面我们了解到 士兵男孩在向血债血肠复仇时 他们都说玄瑟是背叛士兵男孩的主谋 那么玄瑟为何要这样做呢 而这一切都要从30年前说起 当时血债血肠小队被沃特公司派往前线与军队联合作战 原来那时候士兵男孩就好比现在的祖国人 甚至比祖国人还要更嚣张更恶劣 小队里的成员只要不服从他的命令 就会遭到士兵男孩的一顿毒打 这也引起了他们对士兵男孩的不满 所以他们才一起联手对付士兵男孩 并将他交给了俄罗斯军方做实验 玄瑟也因此在这次战斗中被士兵男孩毁掉了半边脸 然而他们背后的主谋 其实是沃特公司里的高管炸鸡书 因为当时沃特公司要让年幼的祖国人将士兵男孩取而代之 从而指使玄瑟教唆其他队员对付士兵男孩 再回到30年后的今天 士兵男孩从心灵风暴口中得知当年的真相 沃特公司为了造出更强大的超级英雄 他们偷偷获取了士兵男孩的精华与DNA进行改造 从而造就了今天的祖国人 也就是说 祖国人就是士兵男孩的亲儿 知道真相后的祖国人再次陷入崩溃的边缘 苦等一周的黑袍纠察队第八季高龙来袭 悬色大战前夕现场磨刀 士兵男孩和祖国人父子相认 祖国人的儿子莱恩也加入了其中 梅芙女王和修一等众人聚集沃特公司 一场最终决战拉开了帷幕 紧接上级剧情 祖国人找到了自己的儿子莱恩 莱恩还在为误杀到自己的母亲而内疚 最终莱恩回到了自己父亲身边 此时玄瑟也不再逃避 返回沃特公司想跟祖国人一起联手对付士兵男孩 两人就像好兄弟一样抱在了一起 玄瑟也开始磨刀做好充足的准备 这时祖国人走了进来 但玄瑟还是继续磨他的武器 这时候祖国人突然改变了主意 他现在不打算跟玄瑟联手对付士兵男孩 反而是质问玄瑟 再看到玄瑟点头默认 祖国人再也忍不住 毕竟玄瑟是他唯一可以信任的人 接着 此时沃特公司楼下聚满了梅腐女王的粉丝 并好高声呼喊放了梅腐女王 艾势力联系不上祖国人 为了保险起见 他擅作主张把梅腐女王转移到别的地方 可在转移的途中 梅腐女王从昏迷中醒过来 随着押运车缓缓停下 梅腐也刚好解决掉车内 所有的安保人员逃了出来 随后他就来到了星光这里 也多亏了星光放出消息 梅腐女王这才有机会逃走 在老布得知零十五号化合物的副作用后 为了不连累休衣 老布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一拳将他打晕 接着独自跟士兵男孩坐车 前往沃特公司寻找祖国人 黑袍纠察对第三季迎来了大结局 悬色回归沃特公司 想跟祖国人联手对付士兵男孩 可却被祖国人一拳将他隐恨西北 祖国人说我拿你当朋友 你却拿我当成二愣子去对付自己的亲殿 真是不知好歹 随后祖国人提着玄色的面具 来到其他队友面前 玄色的下场压得几人连个屁都不敢放 就连他们的一些小秘密祖国人 也是了如指掌 并录制他们三个家起来连一个玄色都不如 在吩咐深海为自己去办一件事后 他就愤怒地离去 在祖国人的威严下 深海也只能乖乖照做 那就是帮他干掉刚上任不久的白头总统 另一边 梅芙女王他们找到了老布 想阻止她跟士兵男孩去沃特公司对付祖国人 可就在这时梅芙突然来了的大反转 想跟士兵男孩一起去沃特公司对付祖国人 最后星光他们都被关进了保险库 很快士兵男孩三人就来到了沃特公司 而祖国人早已经在此等候多时 他对着士兵男孩说道 我知道被自己的队友出卖的滋味 所以我帮你解决掉了选择 随后他带出自己的儿子来恩 爸爸你看 这就是你的孙子 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就在祖国人以为士兵男孩会被感动时 他却搭着祖国人的肩膀说道 接着他就掐住祖国人的脖子 梅芙女王跟老布也迅速出手控制他 就在士兵男孩准备放大招时 却被莱恩射出一道激光眼将他击飞出去 士兵男孩也瞬间上头 也把自己的孙子打倒在地 趁祖国人在担心自己的儿子时 士兵男孩又开始准备放起了大招 就在士兵男孩准备对祖国人放大招时 却被老布及时阻止 因为他不想让莱恩受到伤害 祖国人这时也瞬间上头 同时跟老布射出激光眼将士兵男孩击飞出去 就在祖国人准备去为自己的儿子报仇时 却被梅芙女王出手阻拦 祖国人根本不想跟他较量 但梅芙却铁了心要跟祖国人打 看到自己被打出了鼻血 祖国人也不在手下留情 引路之下挖掉了梅芙的一只眼睛 倒在地上的梅芙趁机抓住一根铁棍插入祖国人的耳朵 此时的老布也在跟士兵男孩进行着一场较量 但他完全不是士兵男孩的对手 就连他射出的激光眼都对士兵男孩毫发无所 一时间老布就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就在士兵男孩准备给他致命一击时 被赶来的星光及时出手阻拦 可就算是星光也不是士兵男孩的对手 接着老布再次使用激光眼进行对峙 但也只是破了他手中的盾牌 这时哑巴女孩想趁机进行偷袭 可却被士兵男孩一手掐住脖子甩了出去 秀一在监控室看到这种情况 他立即想到把电流调到最大 星光也瞬间战斗力爆表 直接把士兵男孩击飞在地 接着他们三人迅速上前控制住士兵男孩 可这时候士兵男孩突然间暴走 全身上下都冒着白烟准备开启了大招 接着把身体转过来对准星光他们 这时候梅孚做出了选择 他冲向士兵男孩抱住他一起跳下了大拨 用自己的身躯为星光他们躲过了一劫 就在众人惊魂未定时 祖国人又虎视眈眈地走向他们 莱恩害怕再次起冲突 请求他能带自己离开这里 于是祖国人带着自己的儿子离去 这时候老布使用的零食五号化合物起了副作用 随之倒在了地上 虽然能侥幸捡回一条命 但医生却给他下了死亡判决书 最多只剩下一年的时间 虽然梅孚失去了一只眼睛 但他也彻底地摆脱了祖国人 跟自己的女友一起开始新的生活 而陷入昏迷的士兵男孩 又再次被使用神经毒素冰冻了起来 深海这个海洋之灾被自己老婆抛弃 他还在媒体面前揭露深海的一些癖好 看来以后他就只能跟巴掌鱼过生活了 从天而降的祖国人依然受到粉丝们的拥护 并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儿子莱恩 可这是一位二愣子把饮料瓶扔向了莱恩 愤怒的祖国人直接射出激光眼送他隐恨西北 而在场的所有观众不但没有感到愤怒 反而为祖国人的这个举动拍手较好 这幸福来得太突然 祖国人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同时莱恩也露出了一丝微笑 难道他将会是下一个祖国人吗